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彭博社的知名苹果记者Mark Gurman日前发文称 苹果2025年发表会上的焦点无疑将是iPhone 17 Air 这是该公司多年来的首款重大该款机型 但是就像苹果近20年前推出的首款Air笔电一样 大多数人可能都不应该购买它 苹果在2008年发表了初代MacBook Air 它是当时最薄的笔电之一 比同类产品轻得多 它还配备了全新功能 比如多点触控版 它在设计中放弃了光驱插槽等特性 为此后多年 苹果和整个电脑行业的新产品奠定了基础 首款MacBook Air 在键盘和荧幕尺寸等配置上 并没有缩水 但它确实存在一些缺点 处理气和存储规格表现平平 电池续航也重归重矩 它还只有少量接口 外接设备受到限制 另一个问题是价格 售价1799美元的MacBook Air 比配置更强的常规 MacBook贵了700美元 却只比效能远远更为出色的MacBook Pro便宜200美元 这让MacBook Air处于一个尴尬位置 尽管它在设计上极具创新性 但对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 这台电脑几乎完全不值得购买 现在iPhone也在变得像Air笔电一样轻薄化 苹果也面临着类似问题 苹果新款轻薄手机命令为iPhone 17 Air 会采用更鲜薄的机身设计 同时保留6.6英寸的大荧幕 不过它同样存在严重缺点 在如今电池容量越来越大 手机动辄配备三摄 甚至更多镜头的时代 iPhone 17 Air电池续航更短 而且只有一个后置摄像头 在定价方面 它也会加在两款更优秀的机型之间 它的售价预计将明显高于续航和相机配置 都更好的入门款iPhone 17 但只比效能 相机和荧幕技术都大幅领先的 iPhone 17 Pro便宜几百美元 因此消费者又一次将面对这样一款 把鲜薄机身成为主要卖点的产品 这个卖点在2008年或许颇具吸引力 因为那时的笔电往往笨重而不好看 但对当今的智慧型手机用户来说 这一点的价值可能就没那么大了 电池容量和相机技术是推动用户换机的两大关键因素 与17年前的MacBook和MacBook Pro不同 如今的iPhone标准版和Pro版在体型上并不显得笨重 三星电子就是前车之鉴 今年5月 它推出了一款外观类似iPhone 17 Air的轻薄机型 Galaxy S25 Edge但销量表现平平 由此全新的iPhone Air可能是一款很酷的科技产品 但它很可能不会成为爆款 它的销售可能会好于近年来的iPhone Mini和Plus系列 但这个门槛其实并不高 因为这些机型从未真正受到消费者青睐 不过仅关注该机型的初期销量可能会忽略重点 2008年的MacBook Air当时销量也并不突出 但它为2010年的MacBook Air奠定了基础 该机型经过重新设计后的处理器效能 与常规MacBook和MacBook Pro相当 其售价降至999美元 其后的发展众所周知 MacBook Air已成为苹果过去至少十年中最畅销的Mac机型 2010年款MacBook Air机型也推动了MacBook Pro的变革 后者最终采用了快闪硬碟更鲜薄的设计并取消了光驱 iPhone Air系列预计最终也会走上同样的道路 也就是说一款像iPhone Air一样轻薄的电子装置将成为苹果手机的新常态 一旦技术成熟 苹果能够制造出既轻薄又具备Pro级别电池续航效能和相机的手机 该公司一定会这么做 换句话说 iPhone Air是未来的预言 从技术角度来看 它也为其他产品突平了道路 工程设计 电池化学改进 自研数据机和无线晶片的加入 显示荧幕调整以及生产工艺的改进 都将使苹果更容易在明年推出首款可折叠iPhone 随后在2027年 它还会推出经过重新设计的Pro机型 这当然令人兴奋 但这些都不是购买初代iPhone Air的理由 对于绝大多数想换新机的人来说 iPhone 17、17 Pro或17 Pro Max才是更务实的选择 与此同时 知名市调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在报告中指出 2025年第二季度 日本智慧型手机市场出货量同比增长11% 尽管市场已趋于成熟 但其仍连续第二个季度保持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 本季度市场增长主要由苹果推动 其市场份额显著增长 从厂商排名上看 苹果、谷歌、三星位列前三 从厂商表现来看 在日本智慧型手机市场占有最大份额的苹果 iPhone 16亿销量强劲 延续了2025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强劲业绩势头 然而由于苹果品牌早期的增长势头 自6月以来已经开始减弱 下半年苹果将不得不更多的依赖其他机型和新产品的发表来实现增长 与此同时 安卓厂商表现参差不齐 部分厂商取得了稳健的增长 三星加大了2025年的推广力度 本季度出货量同比增长60% 谷歌则实现了12%的增长 相比之下 小米的出货量下降了35% 夏普下降了28% 索尼则暴跌了50% 凸显了各厂商的命运差异 展望下半年 该机构称 2025年下半年 日本智慧型手机出货量 在经历了年初的强劲增长后 可能会有所放缓 苹果的主导地位有望延续 但三星 谷歌 Apple和小米 也展现出强劲势头 在新功能和价效比的推动下 市场竞争 预计将更加激烈 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网络测速公司 Oakla 在9月上旬 公布了针对苹果 iPhone 16E的最新行动网络速度测试结果 显示搭载由台积电代工 苹果自家设计的5G数据机 晶片C1的iPhone 16E 在大多数市场的表现 与搭载高通 Snapdragon X71晶片的标准版 iPhone 16相差不大 根据MacRumors报道 虽然整体表现相近 但不同国家及电信厂商的测试结果 仍存在差异 Oakla指出 在美国Tmobo网络上 标准版iPhone 16的5G下载速度中位数为 317Mbps 而iPhone 16E则为252Mbps 但在西班牙某不具名网络上 iPhone 16E的5G下载速度中位数达到139Mbps 反而高于标准版iPhone 16的110Mbps 总体而言 Oakla表示 iPhone 16E在5G连线表现上 与标准版iPhone 16E相当 呼应今年3月的初步测试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 Oakla测试结果发表之际 苹果在今年的新产品发表会 全新超博的iPhone 17 Air 仍然搭载这枚CE晶片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